没事 没事 宝宝出生后 第一时间让他趴在妈妈胸前 肌腹接触 世界的一个卫生组织 他们的一个要求是说 大概要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基本上时间这么的久 他才能够看到宝宝凭着本能 开始去吃妈妈的母奶 推广母婴同事 为教哺乳方法 早年还发明洗澡车 这个洗澡车 它是可以直接推到 那个病房里面去让妈妈 还有家人一起学习 怎么样去帮宝宝洗澡 生产出院后不担心 各管师道府协助 妈妈回去之后 刚开始只有单独跟宝宝 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慌乱 那有些情况的话 有可能他没有办法处理 团队用心 全方位守护 蔡太太感受深 两个宝宝都选在台中慈激医院生产 第一她是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要怎么抱什么抱都不知道 用心获得肯定 成为全国首家国际爱因医院 五号正式接牌 国际爱因医院认证 项目包括 产后立即皮肤接触 时间至少一个小时 尽早哺乳 密切观察 足月生产 产后母婴同事 分离不超过一小时 从出生到出院 纯母乳补育 达到75% 另外积极培训工作人员 透过他们的努力 那确实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一份 对母亲的一个妈妈的关怀 跟对小baby成长最大的助力 用实际的我们透过评鉴 把这份的能力让大家能够肯定 肯定是鼓励 更是持续向前动力 大爱新闻 黄子凌 杨俊廷台中报道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